人手一機搭車無聊滑手機看影片 或是抓緊時間處理公事 訊息聲響不停 這些狀況在車廂內都容易讓人側目 不過還有一個狀況 恐怕會讓同車廂的乘客超抓狂 在車廂裡有些人就像這樣子 手機鈴聲大聲響 電話接起來也是大聲講 直接接起視訊電話大聊特聊 不尷尬把車廂當成你家 沒有什麼素質 但因為通常都是一些比較老年 如果要講電話的話 我通常都是去角落 然後帶來經驗走 應該還好 不用太大聲 不要太大聲就好 可能就直接換車廂 這種狀況交通部長王國才 自己也親身經歷過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人在那邊 直接視訊 講了大概快一個小時 真的很早 那很多人都是趕路 沒有特別去提 那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是在雙鐵 有他的責任 那個為我們所有其他乘客 爭取鄰近的一個空間 所以請他們這邊要加強 雙鐵都有責任 為了維護鄰近空間 在車廂內將設置跑馬燈 顯眼處會貼上 維持車廂安靜的告示 乘務人員也會尋走車廂協助勸導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 乘客可以透過文字簡訊 傳送給客服 告知車廂內有人聲音過大 交通部更強調 如果乘客旅券不聽 雙鐵都可以試勤結 拒絕運送 三立新聞學教委 翁嘉宇台北 三網報導 三立稱 因為